歡迎收看Jing's Adventure 大家好 我是Jing 你的潛水滑浪好buddy 今集巴黎之旅的下集 就會和妹妹尋找世界上體型最大的魔鬼魚 Manta Ray 和去學滑浪 Let's go 上集說到我和妹妹走印尼最尾火山 林嘉莉火山 之後我們就坐船出發去下一個目的地 南夢島 但怎料到又是坐到整套氣 上船在停了幾個地方之後 來到Nusapandida 即是南夢島旁邊的島 突然就被人叫下船 轉車坐多15分鐘去另一個碼頭 接著拿著行李又要小心避開珊瑚 一步一步走上船 逼上一架明顯超載的快艇 坐了30分鐘後下船 咦? 竟然是南夢島的另一面 看到一大堆的士司機在等 每人都要逼給多大約港幣50元 我和妹妹真的累到沒有氣力 再和她們角力 早晨 現在我們準備下去吃早餐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是半山幼 今天我們走完三日第二第三日 哇 腳是走得很慢很慢 今早兩波人下了一場雨 希望天氣會好 看到Mantoree 我現在腳是痛得很痛 其實今早起床我已經有點擔心 我們究竟是不是可以浮潛 我打算帶自行攤在海邊 不用追的嘛 Mantoree 看你要想拍什麼 我看我一定不會再追的 那麼好啦 Mantoree Mantoree 在南夢島的南面 有一個潛點叫Mantoree 猜拭著很多小魚和浮游生物 在Mantoree喜歡的環境 也是他們的清潔站 所以來這裡浮潛或者潛水 經常都會看到Mantoree 好像跳舞般來回優雅滑腸 等附在他們身上的寄生蟲 被小魚清潔乾淨 不過你不要以為 Mantoree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當時浪都挺大的 很多暗湧 湧一下湧一下 水又冷 Mantoree游得很快 其實也挺狼狽的 不過見到Mantoree 什麼都值得啦 第一次見到Mantoree HOW HOW 很漂亮 超大的 之後還去了Mantoree 附近其他一些潛點浮潛一下 嘩 你看看水多清 而Mantoree游到Mantoree子 剛剛看了一陣滑浪 我想到我睡 不過因為太累了 整身都酸痛 走完山 要追完menta 現在決定去massage 我到時候 走到進去 把臉置財 把臉和 把它著弄 好 好 最後一天 終於來到我很期待的滑落環節 我去了一間在Land Morgan 也算是挺有名的surfing店 New Bro Serving 是朋友介紹的 價錢方面大概港幣230元 包括Prickup和Jobbook 大概兩個半小時的滑浪環節 去Surf Break的船網版 租借版 一個Surf Guide對四個客人 還有會幫你拍一些滑浪的照片等等 好可愛喔 我準備物 為什麼這些朋友要來幫人滑浪 首先要回去準備一些行裝 準備趕船回去巴黎 對了 我已經在這裡了 避典 想分享一下我剛剛 第一次在Land Morgan滑浪的感受 一開始可能跟她miss communication 她就手勢地叫我去外面 但我又不是很get到她想怎樣 我就不小心游她坐在裡面 但是一個大浪蓋過來 我就滾滾滾在下面 這次是覺得再滾幾圈 我應該是受不了的 是害怕的 而且它的浪是很有力的 我這次是玩Cobrex 第一個浪蓋過來 我已經沒有一隻鞋子了 所以到後來越來越low tie的時候 很擔心腳臂刮酸 還有水run比我上天更冷很多 我就這樣穿rush guard 但有少許保暖色的 其實我自己不夠 我覺得很冷 但有些人在比堅尼 我都不是說真的好玩到 都比較差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很棒的一個體驗 尤其是水滴超清 如果下次大家有機會上來 靚波人一定要不要錯過surfing 這個一定是準時的 他說10分鐘前 Borning The only berry準時 我準備去古代比賽去 我來巴黎的城市 嘩 這城市很煩 比起浪波和美鳳 這場我已經是龍過人了 5分鐘清洗 好吃 來東南亞一定要吃街邊廊 但最好等最後一天 最好等我們回香港才吃 以免腸胃不適 等你滑浪禽皮來 水一定很冷 水… 剛才我大話 我畫了兩次 我看見它…是…很開心 雖然我看見它玩了波綺 今天的浪偏大 拜拜 HELLO 你覺得這個旅程走了三遍的山不太淺 這三樣東西你覺得哪個經歷是最開心或最難的 你最喜歡的 滑浪 是嗎 我... 即是滑浪我真的... 我明白了 因為滑浪是很棒的 滑浪第一是我做到 第二是... 沒有滑浪很辛苦 你這麼說很開心 走路走路太辛苦了 希望你終於這個旅程 其實我們本來想享受一下這個旅程 可能要休息一下 但想不到最後是很長 很累 但是很滿足 心靈很滿足 做了很多事 很開心 早晨 今天是在印尼的最後一天了 現在就去... 學滑浪 去滑浪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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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滑浪 再生一家 去滑浪 再生一家 把湯匙 走路太陽 我連最後一頓都吃這個月牙鶴就知道我多喜歡吃 來到機場了 有點捨不得的感覺 完全還沒玩夠的感覺 但終究是要面對這個現實 就是回去工作 不過我相信 巴里這個地方我們很快會再見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這個地方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這集的你 歡迎你like share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Jane's Evangelist 接下來會遲續跟分 我們下集片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白的 選 counted